中華民族和西方社會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當我們有能力去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時候 我們只是跟人們做生意 但相反地,當西方的政權有能力去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他們所做的事就是 讓我講幾個事實給大家聽 第一,在我們明朝,中國人的鄭和下西洋 相信船隊去到非洲的東岸 這個船底帶回了一隻長頸鹿去北京 北京又帶一隻長頸鹿 我們並沒有把黑人捕捉成為我們的奴隸 但60年之後的西方 他們就去到非洲的西岸 結果,非洲黑人被他們捕捉成奴隸 當一個地方的人民不能夠保護自己的時候 所遭受到的殺戮就很嚴厲 譬如在美國本地的土著 或者澳洲的土著 當那些西方殖民者到達一個地方時 這些土著當作完全都不是人 於是,那個殺戮的比例很嚴重 結果,現在搞到在美國和澳洲本地的土著 數目遠遠少過那些白人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殺戮 說到在大戰期間 日本侵略中國 當然最大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殺的其中之一 另外找中國人做生化武器的善品 這些罪證 現在仍然在日本很多左翼政黨都不肯承認的事實 但同一時間,當我看到剛剛舉行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國家公祭 習近平也將歷史歪曲 在第二次,大家也知道抗日期間的八年抗日 主要的力量是來自國民黨 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就是中國的當政黨 所以領導人民抗日並非共產黨 這就是此其一 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 死爛的三千多萬軍民 全部都是屬於國民黨的軍民 他們所支付的軍響是來自國民黨政府的 所以在以前世界大戰之後 國民黨的經濟非常之差 因此引起了一次大通脹 當然大通脹會使人民一個很慘的經濟遭遇 也趁機被中國共產黨取得天下 而另外我們也知道 在當共產黨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 他們到處逃避 逃避日軍,不是前往去跟日軍作戰 毛澤東也很明顯說出來 在這段時間,一定要保留黨的實力 以便戰後可以取得天下 所以這段歷史我希望大家也要知道 當然我相信很多國內朋友 你們未必有機會看到這些事實 所以你們需要跳牆出來 看看其他的資料 然後就可以搞清楚 我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叫你們推翻共產黨 現在我們要正視歷史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場 其實我是反對現在的人 在現在這個和平時間 當共產黨可以帶領國家 走一個好的路的時候 推翻這個政權 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舉動 所以我絕對反對 但是同一理由 我們不能夠忘記歷史 正如我們要日本人 不可以忘記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 我們都不可以同時忘記 共產黨在當時所作所為 並非如此光明磊落 那麼如果共產黨能夠 真的挺身而出 自己當時做錯了 現在我們改 這個將會是我們中國人民 讓偉大人民繼續進步的最大的動力 很可惜我見不到 習近平有這個勇氣 我不知道以後有沒有領導人 有這個勇氣 站出來將歷史矯正 讓我們大家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當然中國人愛和平 這不是今天的事 我們世世代代都是這樣 自從孫子兵發明已經有說 戰爭是最後的手段 是沒有往日後才會用的 但是很可惜 我們在清末時 沒有強比的軍事力量去抵抗外人的侵略 所以現在國家一定要建起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 不是去侵略別人 不是去侵略別人 而是要來保護自己 因為歷史上已經被我們看到 如果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團體 是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時候 就會被人欺負 例如 就是當時二三百年前的非洲 美洲或者澳洲的土著所受的災難 不讓中國人被外國侵略時所受的災難少 但是我可惜 他們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一個形成的力量 所以他們這樣的悲劇 不能夠公諸於世 有一天我們中國強大起來 我希望中國人民 可以代表這些受迫害人民 發出一個強大的訊號給世界知道 這個世界我們要求是和平 是在和平之下 人類才可以共同進步 好,我想說就是這樣 拜拜